OK,那我们现在就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我们有李孟光先生 所以MK,我们都叫他MK 在这个社区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跟CCCC和范雅都有非常深的渊源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介绍 不过我想介绍MK是我们CCCC很多任的会长 和很多任的董事长 然后也是我们范雅诊所的创办人 对社区的这个健康 这些话题都是有很深的认识和很高的热情 所以也很高兴MK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MK今天带来这个话题呢 也是因为他也是Voice of Your Choice Steering Committee的一个成员 所以在他的搭桥 搭线之下 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讲座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嘉宾是Sarah Hastada Did I do it right? Yes, you did. Perfec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now I... So Sarah是Jessa的这个 Voice of Your Choice的项目主管 她也是在安宁聊户这个话题里面 有非常深的这个资历 所以如果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互相翻译一下 问一下问题 或者你们直接用英文发问也可以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可以就是开放 讨论一下这个 N of Light或者是Advanced Directive 预先医疗嘱托 大家有没有经历怎么样的那个现实中的例子 看看有没有可以大家想要分享一下的 然后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有为什么有这个必要性 为什么需要讲 现在为什么要现在讲 对吧 现在可能你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要想这些问题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会讲一下 做这个事先医疗嘱托 有不同的方式 有纸本的 有上网的 有本周的 有外地的 我们都会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当然就是要介绍一下 Voice of Your Choice Voice of Your Choice 这个项目 其实是蛮有突破性的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网上可以设立你的医疗嘱托 那我们会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好 首先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先医疗嘱托和 Avance Directive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了解 或者大家听众里面如果你有经历过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就按Mule一下好了 So we are asking the audience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with Avance Directive or Power Attorney Living Will OK Thank you 我想我可以先讲一下我个人的例子 我在这个很多年前的事情 以前我在还没有退休之前 我的有一个同事 她有一个母亲 年纪蛮大的 住在North Carolina 在北 Carolina 离这里不太远 所以她常常会下去看看她的妈妈 那跟她妈妈也常常有这个交往 谈得蛮深刻的 所以说对吗 她们母亲之间是很了解的 她一个姐姐在加州 很少过来 也不常联系 后来她母亲年纪大了 有一次就身体实在不行了 就住进医院 就是没有办法讲话了 因为在这之前 她跟她母亲之间曾经谈过这些问题 所以她就跟医院讲说 你就让她去好了 不要这么再折腾了 她姐姐在加州 听说她母亲病了 就赶了回来 回来之后 在医院就跟她妹妹大吵起来 说妈妈生病 为什么不去救她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有不同的意见 在医院就大吵 然后医生没有办法 就只好给她插了管子 很受了些罪了 最后还是过世了 但是从那之后 这个姓妹两个人就不讲话了 就变成虫 所以这个整个问题就说你如果 如果这个母亲当初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白子黑字的写出来 你进了医院 遇到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 那这种家庭的问题就可以避免 这是我自己看到的一个实例 所以这个例子里面 其实妈妈也有跟其中一个孩子沟通 但是就是没有 in writing 所以另外一个孩子不知道有过这样的 那个 conversation 然后另外一个子女有她的想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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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听到 有一位医生分享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老人家 然后从床上掉到地上了 然后就伤了脖子以下都伤了 然后就瘫痪 然后也是中国家庭可能都不谈这些问题 所以所以这个人就是这个这个病例就是在床上躺了六个多月 然后身体也长仓了 然后也是要很多照顾的那个burden 然后但是也不忍心做任何的事情 说不继续治疗或怎么样 所以拖了六个月以后 那这个太太就也是很很为难 然后最后跟医生商量 那医生就就指示她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话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做决定 所以对 所以最终做了一些决定 所以如果像这些例子 如果事先有讨论 或者是有 就是在你清醒的时候 有过讨论 最好是有一些书面的指示的话 那后面接手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想听听大家有什么评论或者意见 是不是今天的话题有点沉重 OK 如果你是有一些意见 你也可以在那个 chat room里面 这个chat的地方 打字进去 所以我们也不会知道你是谁 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像我们长青社的这个讨论 都是希望可以活跃一点 有一些互动的一个讨论 这样我们都可以benefit 好MK你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有这个必要性 OK 我们需要这些 做这个计划 中间有很多的考虑因素 我现在列了一些出来 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因素 你需要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财务 就是经济因素 我们常常讲说 生命无价 但是你进了医院 生命就变得有价 我们想到这样有个医疗是很贵的 根据这个调查 他们的统计 你住一天 医院的平均费用 大概是 一万块钱左右 你现在是 这个新冠肺炎 他们平均 新冠肺炎的 就是每一个新冠肺炎 你只要住院 平均的费用就是三万块钱 所以财务很可能 对任何人都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你在进医院之前 你就先要考虑好 你将来要需要什么样的照顾 需要什么样的 比如讲讲得直白一点 就是比如讲你要不要踏管 你要不要 要不要接氧气 这一类的事情 另外一个考虑是个人的年纪 像我这个年纪 或者比我更大一点年纪 经过抗日战争的 很多人对这个日本人 就是日本有很深的惩戒 这个年纪人可能不一定很了解 那所以他们进了医院之后 他们个人的选择 就是说我不要日本医生 我不要抗议的这个医生 所以像这里 如果你有 你有个人的因素 或者你有个人的喜好 你如果在进医院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愿 你往往就会 会有一个 你不愿意的 结果 所以像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写在你的选择里头 家庭和谐 像我刚刚讲的例子 如果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的话 你可能会造成家庭里面的破裂 那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你的宗教 你可能对 如果你是基督教 你可能不希望 你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 你希望有一个牧师 来看看你 给你增加一点 安慰 或者是鼓励 那有些人因为宗教关系吃素了 那你可能也要把你的需求 放在这个文件里头 就说你不要 你不要进医院 你给我喝鸡汤 那这个东西就破了我的功能 没法上天堂 这种 都是个人的因素 你不 事前不讲 人家不会知道 当然其他的还有像 亲友的期望 文化传统 这方面我们东方人的习惯 传统可能跟西方有相当大的差异 中国人的老人 老了之后可能比较 比西方人要更依赖子女 这方面在做这个 做这个东西 做这个文件的时候 也要考虑进去 我不知道也许还有其他的事情 你需要考虑 我就说 基本上有很多原因 你都需要在你进医院之前 就要先考虑找到 要先考虑好 然后把它写下来 让人家才知道你想要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照顾 什么样的救护 谢谢 我想请立方分享一下 他的一些经验和想法 谢谢K 这个题目虽然很沉重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也避免不了 大家也或许不知道 我先生很年轻 63岁生日之前 就离开世界 那就是去年的事情 我们其实在很早的时候 就彼此都沟通过 两个要件 一个就是不插管 一个就是我们两个的骨灰都会撒于大海 那第二件事情我是做到了 就是把他的骨灰撒到安安波勒的海湾 但第一件事情我就非常非常的遗憾 我们虽然说了 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文字 也就是说这种遗嘱的书写 所以呢 当他病情恶化的时候 那天也是我觉得很有灵犀铁通 我平常都很忙 但那天一大早我去了医院 医生就告诉我说他必须去加护病房 转进去之后我就很担心会插管 可是也那时候很忙 没有想到说要经过他的同意来书写任何的文字 那有一天早上 我当然就是这个遭受了很大的打击 知道医生一早打电话说要插管 我就说No我们已经讲好不插管 医生说 但是当我们询问他的时候 他说任何方法只要让他活 他就要愿意做 所以医生这句话让我觉得我无从选择 因为我们讲好的事情没有文字可评 那么医生说的你听不听 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我如果坚持是不是我错 那我如果不坚持我没有凭据 就是那个环节就让我深刻的体会到 其实我们很早在Kate很多讲座里面 都提到这个重要性 可是就没有身体力行 感觉不会临到我 感觉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 但事实上它就是发生了 所以最后的插管也维持了不过三天 那最后的这三天没有办法跟我说话 只有用手写留下一个短短的一个遗书 就是他说I love you 他有很多的想法想跟我分享 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在最后的家后病房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用言语沟通 因为他插管 所以我在这里呢 分享了我个人一个痛苦的经验 也希望就是大家不要认为说 这个问题太沉重 太难受不要谈 我要用一个健康的心态去正面的面对它 早早的准备好放在那里 你就不会有一些遗憾 就是分享给大家 谢谢 谢谢立方 谢谢立方 这个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分享 谢谢 谢谢 然后也是就go out of 自己的那个个人的隐私 给我们分享这个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立方的先生 非常有长久的一个媒体人 然后走的时候非常年轻 所以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他有任何身体方面的问题 所以提出来一个点 就是大家是不是要等身体很差的时候 才会开始要想这个问题 还是其实说实在话 我在中年 很难讲 人生很难讲 尤其现在有新冠 对吧 那其实多早都不会早 当然我知道这个开口来商量 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文化的原因 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科技时代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便利 其实可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容易 OK so thank you for Li Fang's sharing Li Fang's actually sharing about her own experience husband passed away earlier when he was very young it's a sudden past so they didn't have a chance to talk about the planning for this and it really aroused a lot of emotion so I really appreciate Li Fang sharing your your experience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know I'm so sorry for her loss yeah okay so 我们请MK 大概讲一下 这个东西 我们讲这个 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一个 我想 立方也许可以知道的 比我们更清楚 因为他亲身经历这个事情 这个文件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 所以 在形式上 基本上有三种 第一个是 我们叫做Livian Royal Wayl是遗嘱 但是Livian Royal就是 你还没有 过世之前的一个 对不起 声音很小 对不起 我看看我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他大声一点 你大声一点就好了 OK 第一个是Livian Royal 基本上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是两样 一个就是说 你进了医院之后 你在治疗方面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所以这个是对事 那第二个呢 是你如果不能讲话了 你不能够表达你的意见的时候 你要指定谁来代表你 这就是授权书 所以基本上就这两样东西要放在你的那个文件里头 这里我们放了一个第三个文件是叫做P-O-L-S-T 这个东西呢 我们放到这里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做的 这个是医生根据你的 你的意愿 跟他的判断 做的一个治疗计划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就是医生来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先不去谈这个事情 我们谈的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情 是我们要表达一下我们的 在不能表达意见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治疗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某些在我们不能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指定指派谁来做这个决定 当然你基本上比如说你或者你的 你的先生了或者妻子了 或者你的子女了 或者甚至于你的亲友都可以 但是你要事先跟他商量好 你要让他知道你的意愿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程序 一个计划的一个程序 事先跟就是交流好 大家知道说你想要的治疗是什么 想要就像那个立方一样 就是他先生跟他商量过了 他将来的治疗方案是什么 那这个有两种方式 通常我们在几年以前都还没有上网的时候 就是书面文件 就是白字黑字写下来 那因为这个是个法律文件 所以算是比较正式 你需要认证的一个签字 还需要两个证人 否则医院有时候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承认你这个是一个正式文件 那现在有个新的方式就是上网 你上网 放在网上之后 你就可以不用书面 书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进医院的时候 往往你没有带在身边 或者说你不记得放在哪里 你没有带去 你没有带去当然就无效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问题是 你如果 比如说你十年之前写了一个 那十年之后你要更改 要更改的话 你就要从头再来一次 你又需要签个字 你又需要找两个证人来签字 所以这整个程序要重新再来一次 就很麻烦 那网上的好处就是说 第一点 你医院 你进到医院之后 医院会到网上去找你的这个证件 你就不需要带在身上 你不需要去找 把这个文件翻出来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你如果中间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 你可以随时上网 因为它是你有那个password 上网之后你就可以随时去更改 更改起来很方便 所以这个是 这个文件的几个方式 对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同的那个方 大家可能有听到过五个愿望 5 wishes 那我把这个 我是曾经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中文版的 这个其实你去5wishes.org 你可以要求要一份 我听到就说新冠期间 他应该以前是一块钱一本 现在好像不要付钱 那所谓五个愿望就是 有五个部分来形成 就是讲五个部分的内容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像MK刚才提到的 就是要选择一个医疗代理人 在我没有办法做医疗决定的时候 来替我做主 那所以这上面就会写这个代理人的名字 联络 然后还有第二个代理人 然后如果需要想改变那个 改变这个代理人的话 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可以做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空白的地方 写上一些条款 什么时候这个代理人可以正式代表你 来做这个决定 那第二个愿望呢 就是我想接受或不想接受的治疗 那在这个部分呢 他就会写出来不同的情况下 不同的做法 那第一种就是那个life support 就是要不要插管啊 要不要那个维生的医疗 就比如说那个呼吸啊 那个食管啊 肺部的服输啊 这一些的一个说明 对 那还有就是如果像一种临终前的这个情况 医生已经判断没有 就是不能治疗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有什么样的对待 是继续维持医疗呢 还是不维持 所以想提一下就是他有不同的选择 这些选择呢 都是互相之间 就是你只能选择一个 你不能都选 也不能选两个 那你选两个就等于互相矛盾了 然后其他的情况包括昏迷 或者是预期不会醒来的时候 或不会康复的时候 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医疗的对待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永久性的脑部损伤 或者是其他我不希望活下去的情况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详细写 比如说我已经老人痴呆了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生命的这种愉悦了 我就希望就不要救了 或怎么样就可以 这个是自由可以设定的 那第三个愿望呢 就是我想要的舒适 是请画掉你不同意你不要的那个部分 那就是不同的也是不同的那个情况 他都列出来 那你就留着你需要的部分 所以这个中英文双语的这个文件呢 就比较好 那个医生都可以对应 如果他不读中文的话 他大概知道你选择的是什么 那第四个愿望呢 就是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对就是这个是比较多 就是情景性的 比如说我希望有人尽量能陪我 或者是有人能握着我的手 或者有人在身边为我祈祷 或者是那个将我生病的消息告诉别人 或者不告诉别人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是不同的情况 就怎么样的那个对待 那第五个愿望呢 就是我想对我心爱人说的话 如果我们身体还比较好 那个思维还比较清晰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言语 我们中国人不是很习惯沟通 那写在书面上会比较容易一点的话 就不要等到不能讲出来的时候再讲 对不对 对那里面也有讲到过后 过生之后 那个这些安排也可以在这个五个愿望里面设定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签这个同意书 你自己的名 所以需要有见证人 这种纸本的文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 那我经常会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见证人 他不需要知道你之前是写 在里面写的什么内容 他也不需要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 你的选择是怎么样的 他没有必要知道 他只需要见证的是 你今天我看着你签这个字 然后你签这个字的时候 精神是很alert 就是脑袋很清醒的 很知道自己在做这个事情 那我本人看到你签这个字 我证明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见证人 不能是跟你有任何的利益 或者是医疗方面的联系的 因为如果是有这方面的联系 自然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偏见之类的事情在里面 所以见证人可以是朋友 或者是也不需要说很了解你个人的那个选择意见是怎么样 然后见证人需要签字 地址电话都写一下 对 那基本上 这个文件 大多数的地方都不需要公证的 只要有见证人签了 这个就是有效的文件 但是在某些州 在密苏里 北卡 南卡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 这些州需要有这个公证 OK 所以这个是五个愿望 OK 这个五个愿望的话 应该是在全美国 应该是有三十几个 三十二个州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增加减少 就大部分的州都承认 所以你在 你签的这份文件 文件 待在身边 或者存在一个地方 在很多州都会接受 我在介绍另外一份文件 就是马里兰州 它之前就是有一个power 就是有一个power attorney的office 它有 也是提供这个 马里兰州的 这个avance directive 所以很快的 就是其实都大同小异 内容都差不多 但是它比较会简洁一点 没有五个愿望里面 比较有谈及到 你的那个个人的 关于value 关于价值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跟家人交流的一些 一些详细的情况 它有写 像马里兰州的这个 视线医疗嘱托呢 它就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只能是在马里兰州 然后我这个版本是 2015年的时候 我曾经在他那个 attorney general office的网站上 有下载到这个中英文的一个版本 现在你再去我就没有看到了 不知道他放到别的地方 还是不再提供 那马里兰州的这个也是一样 它是有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选择医疗代理人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 对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 不同的情况下 不同的这个做法 那你自己的意愿是什么样的 也是所有的scenario里面选一个 不能多项 也不能选两项 它里面那个 涉及的这些情况 都跟刚才五个冤枉差不多的 这里有讲到止痛是怎么样 怀孕妇女 对 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呢 就是签字和见证 也是跟刚才提到五个愿望的 这个见证是差不多的 那马里兰州的这个 Avance Directive 是不需要公正的 你也可以随时更新 那真正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文件都是以最新 最新的那一份为准 OK 那这个部分就是那个过身后的 那个有关的事项 你可以 你可以不填 你可以填 就是你的遗体用来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填 也可以把它化掉就好了 对 然后上障的处理啊 这些 然后就是这个部分的签字和见证 就是要见证 这个时候事宜的 这个部分的见证 也是一样 见证人不需要知道 你在里面写了什么 他只需要见证 我今天看到这个人 他的精神是健康 很就是alert 就是思维是清晰的 对 我想我在这里可以再增加一点 这两份文件呢都是有中文的 所以你如果觉得英文有困难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两份文件 那可是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两份文件 出了事情你还是要带在身上 还是可以在网上 可以进到网上去 因为网上那个东西它没有中文 所以对某些人会有困难 但是你可以把这两份文件 放到网上 你可以upload upload到你的户头去 对 所以这两份文件呢 你就不需要带在身上 你如果是在网上的话 放到网上的话 你就不需要带在身上 随时医院都会可以找得到 就要解释这个事情 对 OK 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选项 就是把它存在一个网站上面 那我们就请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voice of choice voice of your choice Sara do you want to briefly introduce this program I can translate Yes Thank you so much So I want to first thank Ms. Lu and Mr. Li for allowing me to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voice of choice program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Yeah So Sarah So Sarah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来介绍 他们的项目 And again As Ms. Lu mentioned My name is Sarah Hofstetter And I am the project coordinator for the voice of choice program for the voice of choice program And the voice of choice program is a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people think ahead before there is a medical emergency So you voice of choice 是应该是JASA的一个项目 然后他们可以设立这样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有这个选择 就是在网络平台上面 分享你的那个愿望 医疗的愿望 And voice your choice does this through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 also through webinars And so we have the webinars to be able to help people think about and plan And one of the big parts of this is having the online availability so that peopl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carrying a piece of paper with them 对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通过 跟大家提供教育 宣讲 或者一些培训 让大家了解这个话题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们设立一个网上的平台 可以让大家分享 就是你的医疗的信息 不是分享 就是跟医疗单位来分享 share这个 information 对 And I apologize Kate I actually have the doctor on the line Okay And would you mind going ahead and telling a little bit about voice your choice and what we're doing and the translations that will be coming Yes Okay thank you Go ahead to take care of your daughter And大家看到屏幕上的这一位 就是Sarah 那我就把平台交给MK MK是这个voice your choice 这个项目的指导委员会的 董事 所以MK跟我们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你得到的信息 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蛮重要的 所以我就加入了他们 她当初邀请我的时候就加入了 很抱歉 Sara因为她女儿生病 所以她一直在等她女儿的医生 给她打电话 决定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要带她的女儿到医院 或者其他的需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她现在在跟她的医生交代 voice your choice这个计划呢 基本上是由 是由蒙郡的五个医院 联合起来出钱 来做这个宣导工作 这个医院所以愿意出钱的原因 是因为所有的医院都希望 所有的病人进来的时候 都有一个这么一份文件 这对医院来说 省了很多头痛的事情 他们知道这个病人应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治疗 他们才能够很精确的来制定 他们的治疗计划 这是为什么这个医院愿意来做 这项推展工作 那voice choice是一个三年计划 他们就是希望在三年之内 能够推广到很多的社区民众 这个做法呢就是 他们有一个平台 你进到这个平台之后呢 你就可以 而且你现在在网上 你现在在萤幕上看到的 就是voice choice的这个平台 voiceyourchoice.org voiceyourchoice.org 那你看到的这一个 我要告诉你 这个box 它这个中间有问题 你如果进到这个网站以后呢 你就把这个网站的 这个box 它上面有一个右上角 有一个clause把它去掉 你不要进到这个里头去 你不要去answer这些question 因为你如果进去的话就出不来了 那它里头转来转去就出不来 所以你把它去掉之后呢 你看到的就是下面这个screen 这个screen的右上角有一个 它叫做complete your advanced plan 你就click这个绿色的 然后你就进到这个 它的网站里头去了 那它网站里头问的问题 跟那五个希望是类似的 类似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中文 所以如果你的 你的 当然好 因为有点困难的话 对 也许用你的五个wishes 它下面最后有一项 你可以upload 你的其他的文件到这个里头 对 所以是这样 你可以按这个键 然后它就会打开这个窗口 然后你就一项一项的往里面填 那这个信息呢 会存到这个网页上面 然后这个 有问题的 就说你真的要去医院了 医生可以从后台 根据你的名字 或者是你的信息 就找到你的 在上面填的内容 然后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像刚才讲的五个愿望 比如说 你有一个纸板的这个文件 你就把它upload上去 存到这里面 也是一样这样那个 医护人员 他可以从后台能找到你的信息 你进到这个平台之后呢 他会经过一连串的一些认证的过程 所以他要证明说你是某某人 他经过这个过程 所以他会问你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比如讲 他会问你一些个人的资讯 他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说 你是这个人 因为这个是上网的 你没有办法在网上做这个签名 或者是做公正的过程 所以他这个网站就是要经过这个个人身份的这个认知 基本上这个还很容易 不是那么困难 做起来 像我在里头大概搞了差不多二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 需要准备什么文件呢 在你进去之前有几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你要跟你的代理人 讲清楚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听到有老人家 他的孩子说我是代理人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愿望是什么 你要跟你的代理人有一个 有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了解 深刻的了解 他知道你想你的心里想什么 那你个人资讯要在手头手边 你需要比如说你Social Security Number Driver License之类的 电话号码 或者你的代理人的电话号码 跟email address 跟地址 这类资讯要在身上 那代理人可以不止一个 因为他可能到时候找不到代理人 说他有第一代理人 第二代理人 第三代理人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你代理人 就是每一次一个 你不能同时有两个人 这个是制造麻烦的 绝对会造成麻烦的 因为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你第一代理人就是一个人 第二代理人就是一个人 第三代理人就是一个人 你不要去搞两三个人 都是你的代理人 OK 谢谢 谢谢 MK 也谢谢 Sarah 在背景上面 所以我在那个chatbox里面分享了 刚才我在荧幕上显示的五个愿望 和那个马里兰州 事先医疗嘱托的那个文件 大家有兴趣再研究 深入研究一下 仔细看一看的话 可以在这个chatbox上面下载 那个voiceofchoice voiceyourchoice.org 这个网址也在上面打 就是打字了 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开放讨论 刚才你说的那个五个愿望 要是你不够把它 因为有一些人 他也不会上网去把那个 这个form 你可以把它弄成一个pdf 这样子弄出来 让他们就容易一点 就是说它进去 他就把它拼出来 他就可以写 对 我这样想我不知道了 谢谢你 我在那个chatbox 这个聊天室那里 分享了 放了这个pdf 然后如果你知道 怎么去下载的话 可以去那边 现在下载 完了我可以 在长青社的群里 我share给Phil 他就可以在长青社的 那个群里面发一下 对 因为要是你能弄个pdf 他们能反映出来 因为有些人 他也不会上网 他反映出来 他就可以写 写完有的话 他就找原来 不是刚才不是说要 要找什么什么代理人 什么签名 要告诉小孩 或者那些东西 他也会看中文 英文不懂 他们也会中文 我只是一种想法了 不知道 谢谢谢谢 所以这个文件真的是 一开始可能觉得 没接触过 就觉得有点好难开始 但是就是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你有时候 你去医院 真的要住院的话 他们肯定要问你 有没有这个文件了 对吧 所以都是很自然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 看病的时候 都会有这个要求 甚至是我相信 你的家庭医生 也会有机会 跟你讨论这个事情 OK 还有什么意见 想问一下 要不要来一个Po 有多少人 已经设立了 还没想 会这样讲起来 他有点那个 我已经写了 我写了 Go ahead 喂 Hello Yes 你能够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 你说 好 我想请教一下主持人 刚刚有一位女士 她也是建议就说 如果长青社的这些会员们 如果有一些 有使用电脑上 或是在语言上 英文的能力上面 有一些障碍 障碍的话 能不能够 就是说 如果主任 或者是你们 可以就把它 引印 就是这个 FiveWish的 这个 就是像我们 就像文件 引印好以后呢 我们可以 我们愿意付这个 付费用 来买一份这样子的一个文件 然后比如说我们 我们不是有订便当吗 那那个像 刘家他们在 我们在领取便当的时候 我们就付我们该用的这个费用 把这一份的文件就买回来 我们填写 可以 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是挺方便的 就请你们参考看看 好吗 我们可以调查一下 那个意象有多少 是这样子吗 马周的这个文件 是引印就可以了 那FiveWishes 五个愿望 是要买它的本质 哦 是 因为我们比较没有管到 就是 不知道就是 个别去买的话 就比较那个 如果能够统一 就是说你们这边 譬如说可以帮我们这些 老年人能够做这一方面的 额外的服务 我们非常的感谢 然后就告诉我们说 一本的这个费用是多少 那有需要的 我们就付费这样子 这样的话就 就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 我只是有这样子一个提议 好的 谢谢 没问题 我会去想办法 好 我是觉得这个FiveWishes 有这个中文两边翻译的话 很好 因为我们在填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的跟 譬如说你跟家里面的孩子 但孩子他们也不见得是 看得懂英文 但是我们的英文又不是那么好 所以当我们跟孩子 在共同在填写这一份的时候 孩子他也能够看得到 就是有时候我们讲孩子 听不懂我们的中文 你知道 那所以当孩子也看到他们的英文 那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中文 我们这样子沟通起来 然后有一个文件在 在这个 我们跟 让孩子在跟我们填 填写这个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的 的资讯的话 会更 更深切 更实际一点 这样子是非常好了的 就希望能够 能够麻烦你们的这个 这个辛劳 帮我们能够 能够去取得这样的一个资讯 这样子 我们是愿意付费的 对 好 谢谢你的意见 非常谢谢 好 然后我会让主任去 就是看看有多少人有这个需要 好好 是是 去买一下也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做 一定会支持 是是好 好的谢谢你 谢谢 问你有没有不要钱的 要一些回来 不要了 我是觉得该我们付费的 还是 我们还是应该 应该是要付费 因为这个大主任这种是 这个什么是是每个人的这个这个工本费 这个是必须必须要付的 OK 好谢谢您 好 那现在我们要介绍这个是不要付钱的 就是网上谁都可以进去 但是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没办法上网 就是说他上网的这个这个技能是不够了的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的孩子孩子也也没有 现在的孩子基本上比较没有耐性 有时候就说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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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他们有时间打打电 比较没时间帮帮帮年老人 所以我就说如果长津社有 就就像我们每我们每每每每天都要去订便当啊 那就是从丢家那边 我们就说多付五块钱 那十块钱买一份文件回来 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是很方便就是了 好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为大家的服务 谢谢 好谢谢你分享 好 Sarah you can go ahead and she the audience just want to have a copy of the the document we just showed and we will try to figure out where to get those and can you see my screen yes okay great so I just wanted to let everybody know that this is our website and we're actuall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materials into Chinese 所以这个是 Voice of Choice的网站 他们在想办法把它翻译成多种文字 那当然中文是其中一个选项 and we do have an online platform that you can access here in the green box 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网上的这个平台 那你可以直接就进到这个平台里面登记 and when you click here it will bring you to where you can create your own online advanced care plan 所以你按刚才那个右上角的这个键 你就可以到这个平台里面 and what makes the most sense is to probably use the five wishes or the attorney general's advanced care plan in Chinese and then upload it to here 对 所以像刚才 Sarah讲到 最容易的办法 如果你像刚才我们提到 你已经填好了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两份文件 你可以直接就把它上传到这个网站上面 and currently we're working on putting together a guide and also a video in Chinese that will help explain how to create an account and then how to fill out five wishes and then upload it 所以他们正在找人帮忙 写一个指引 一个指示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填 然后怎么样到这个平台上 把它上传上去 他们也在制作一个video 那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学习 Did that help answer the question? Yes Oh great And did you want me to keep sharing or would you like to have the screen back? Yes Do you want to like go ahead and click the digital advance? I don't think you can get any further right without really having any all the information ready I can I can go ahead and let's see let me go home Oh So one of our audience said the website has Chinese Our website? Yes Is it? Oh Oh maybe they can it may be we teach our audience how to how to use some app application to translate everything Oh that makes sense It might be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yeah Okay So this is what the first page looks like on the online advanced care plan and then throughout there's helpful links but again unfortunately this is all in English Yeah So So this is the website if you are in there now it is it is now it is all in English but like this is Google Translate and Google Translate doesn't have control over this platform this is the platform that's been approved by the state of Maryland so we put in requests for translations and we're waiting to hear back Okay So this website actually is the govern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Now Voice of Your Choice is a project to help them to spread this So they have to make a Chinese version but they're still in the So until that point that's why we're recommending using either Five Wishes in Chinese or using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so that way we can help people create their account and then upload it to make them easily found during an emergency and hopefully that will be a way that we can work until there's a change with the platform 所以在有中文 网站 网页之前 也鼓励大家 就先 做好 一个中英文 刚才 显示的 中英文 对照的 五个愿望 或者是 这个 马里兰州 的这个 文件 然后 传到这上面 Oh, I'm sorry If individuals want to look under this tab here it's the second one there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put your health care agent I don't know how well I haven't used Google Translate so I don't know how well things like health care agent would translate but there is a place to be able to put this in the document and then there's also a place here the second one down where people can go ahead and put their health care treatments that they would prefer and then of course up here is where people can put their values and wishes yes but again I'm not sure how that would work with the Google Translate okay yeah so my decision can you can you hover over that so I see the options yeah so in the second tab t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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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是把你的想法对于这个事情的想法 对于可能是人生一些价值的想法 也可以写在上面 And I think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know is here on the dashboard this is where you can upload documents so if individuals can create their account which is very simple you go in and you give your email and then you go back and if you completed the five wishes or the attorney general's document you can just go ahead and add a document here or here where it has the little page and then you can take a picture on your camera and upload it or you can use a PDF if people know how to create the PDFs 所以如果你是有文件 或者是要加一点联系的信息 那这边可以有联系信息 然后这边有文件 你可以上传下去 上去 可以是PDF 也可以是照片 And I'm actually going to just show if people are interested you would go in as a new user and it asks for the first name last name this you would create in an email and then it would email you and give you a code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in and you could do the upload Okay 那你进到这一个页面的话 你可以把自己的那个信息 放在里面 联系的信息 对 它就可以储存在这个地方 Thank you And so right now again we're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translations and creating things that would be available in Chinese but that's just to help peopl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starting something sooner before we have documents ready 所以对 刚才讲到就是 希望尽快可以有这个翻译的 中文的网页 Okay And so I'll just go back to our website And that's what I have for for the website for right now I yeah we have the webinars but I'm not sure how useful that would be at this moment Okay 所以 如果大家是 很有兴趣 一步一步 怎么做这个 申请 填这个申请的话 我们可能 将来可以约一个时间 就是 可能就是这种 在网上的形式 集体 去看一看 不同的内容 怎么填 And when we hav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in the Chinese video available If it's okay with you Miss Lu I'd like to go ahead and share that information and then we can share it with the community And we'll have a new page here just for those resources on our website Okay Perfect Yeah Let me kn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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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Thank you So This is actually You said it's a Maryland website So So People may have concern about privacy So Yes Can you explain a little bit who run this website and Sure So for us for Voice Your Choice we run the website and there's no information stored on Voice Your Choice When you go Oh I don't have my picture up but when you go to the other platform I showed you That's the one that's protected by HIPAA That's the one that interfaces or interacts with CRISP and that's the one that's It actually has the highest safety rating you can have because it involves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same as the state of Maryland They protect their medical information in the same manner Does that help? Yes 所以想跟大家讲 这个不是任何的商业操作 这是马州政府 对医疗信息的一个 一个保存的 平台 所以 所有的医疗的资料 个人的资料 都是受到很严格的保护 跟所有的 医疗信息 是受到同样的保护 也不会有 就是个人 或者是任何的单位 你可以把这个信息 拿作为私用 私用 保护人 OK Thank you so much Sarah And if we don't have additional question Oh Tina Did you Tina raise your hand again? Tina 你可以 没事 我一直在听着 对 我看到你又举手了 对不起 OK 没事 OK 好 好 如果大家 有进一步的问题 可以留一下步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请问一下 那个FiveWage 那个是全美国都可以试用的 我在外座的朋友 我也可以告诉他们吗 可以 大部分的州都会有用 所以那个文件后面 应该有小字 列出来 所有通用的州的名字 哦 OK 您请问 那五个愿望的那个文本 你说 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呢? 你可以上 5wishes.org 5wishes.org 上面可以下载 OK Kate this is Could I share one more Could I share one more resource? Yes If anyone is interested in getting information in Chinese about COVID-19 if you go to Harvard Health Literacy that it's either edu or .org there's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Chinese about COVID and that might be helpful just in general separate from the advanced care planning but I thought that might be useful for the community 所以大家如果想多了解 COVID的信息 Harvard is like the Harvard University right? Correct Harvard Health Literacy Literacy . Try edu edu OK 就哈佛大学 有一个网站 就专门 提供这个 COVID 新冠 相关的信息 是可以有 中文的选项 OK 这是例外的 额外的一个 额外的一个话题 所以 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些 后续的这个 信息 那 如果你们需要 这个五个愿望 或者是马州的 这个 Advanced Directive 的这个版 就是 纸本 那我们 会想办法 帮大家 帮大家 准备一下 但是我需要知道 有多少人 有这个需要 那可能要麻烦 Phil统计一下 谢谢 OK 好 谢谢你们的服务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pen Minded 来讨论这个话题 不是马上立刻 需要做的事情 只是说了解一下 到某一个阶段 可能你觉得 现在是时候 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就比较水到去成 好 谢谢 晚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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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ank you, Sarah Thank you 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with your daughter Thank you so much I appreciate that Thank you i want to share my my son is also 15 and the other day he had a migrate so you know in Asia have different things we we just yeah oh well I hope he's feeling better yeah oh he's fine it's just one time yeah all right well you guys have a good weekend and again I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owing me to come and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gram sure and I would make this into a little video I hope it's okay for me to share of course of course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thank you M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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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